其实我是最不愿意拿话筒当着大家刮啦乱叫的人 就现在每次你要让我们面对陈切善而去说话 我心都会跳 但是我也深深知道 我这个工作你必须站在那 你必须非常坚决的 充满激情的去感动每一个和你合作的人 我是陈维亚 南京人 我从小就爱学拉弹唱 我父亲老说只有这个 就说我是老三嘛 就是不好好学习 不武正业 我在1984年85年时候 我就第一次尝试了 除了自己跳舞以外在编点作品 于是就有这个机会到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上学 当时进北京的第一个作品 第一天在台上演出 我做的剧场的几乎最后一排 看完是一身冷汗啊 就觉得自己看自己的作品 怎么这么多问题 赶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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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过来的 2008年的奥运会 我随开闭幕式的副总考研 那时也觉得中国人是千年圆梦啊 你想想那个太极 千人太极 打得跟一个人一样的动力 你想那个活字幕出现 人不敢相信底下全是人操作 我想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一足一劲 当时纽约的华人第二天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上街扬眉吐气了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我也说这样 清奥会圆满下来几百个人钢丝 钓上两百多个孩子钓的工作 他们聚合翻飞旋转 和地脉投影在结合这一块 非常漂亮 国际奥会呢 就给我颁发了一枚 体育与艺术奖牌 在17年吧 国家大街舞台变成一座绚丽的 辉煌的敦煌墨高 一开始以为这个两边 舞台两侧 七八个洞壶里面都是安静不动的 高少数人忽然全部动起来 让底下观众忽然感觉 整个洞壶都活起来了 琵琶弹起来 动作做起来 底下掌声不断 2019年的1月10号 《大木冬黄》登上了美国纽约 林肯中心大剧院 60%以上都是美国人 在下面显画格斗舞台跟原物上的 这就是文化制作 我从来没感觉这么自然 这就是中块 只要出来 我们就会闪亮登场 伟大政城创作之前 我们就提出了这么几句话 叫打破老套 你们做的太多了 大家看的也太多了 你必须要振脱这个叔叔 埋出新的意义 我们全体到了上海一大会址 我们全体面对党器 不管党员非党员 在那进行宣誓 我们感受他们当年在做什么 我们看了当年照片 当年的食物 把这个原物都放到台上去 因为中国人就是鼓舞相庆 如果一百周年时候 我们能够在空中出现一百面大 它象征着党的一百那个光辉立成 每一面鼓都敲得震天响 在空中出现 那是没有过的 当然提出来大家觉得 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 首先鸟巢顶上要有这么一个 整个一个悬挂系统 这一百个影响 怎么那个安全的机构 一百面大卧 都得是通气发亮的 那就要有电源输入 带来问题了 一百面鼓 万一有一面 两面 三面五面不亮了 怎么办 艺术就在于创行 就在于坚持 是需要胆破的 所以才能在那天玩演出 把整个第四篇章 新时代的篇章 一开始就推向高潮 当时大家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这种眼泪里面我能理解 有激动 有欣喜 有这种 这么长时间那种 劳累的一种释放吧 我们知道突破自己 改变自己是非常困难的 它是有惯性的 我从来没有对自己作品感到特别骄傲 因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自己经历了创编过程 当舞台让广场呈现出来以后 我心里最清楚 这个地方应该再好一点 那如果那样一点就会更好了 每一次一个大型活动 一旦结束以后 巨大的空的感觉 当整个体育场都开始拆台了 我们所有主持人都有个希望 再看看我们曾经在这儿 浴血分战 每一天在盯的地方 迅速成为电视 所以做这工作 又很幸福 也很伤感 我是民主促进会的老会员 连续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直到2017年 我的提案大部分都集中在 怎么样加强和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往 中国的艺术创作 有高原缺少高峰 这就是总数据提出来的 这十年我想 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都在这点上下了很大功夫 要做精品 要做巅峰制作 艺术创作是没有止境的 更高的功夫还挺多 太坚重了 最后一边很像 感谢观看